上台 那麼介紹呢 後學先唱名字 唱名字 那麼各位前學呢 上台呢 先將自己的 一些事情 先自我介紹一下 做什麼事情 可以認識 沒有關係 那麼 在練講 第二個是練講 練講我們採取自動方式 先舉手的 先上台 第三是頒獎 就是 請一次兩次的 都屬於全行裡頭 是不是 可能會有其中一兩個都漏掉 那麼第四呢 就是講到蓋廟 台北地區蓋廟的事情 那麼我們先進行 第一個自我介紹 因為時間太緊湊了 由前道開始 謝清堂 廣東賞 所以 從這個澳門 他逃難到澳門 然後在 台灣 受到政府安排 在郵政局工作 所以他說 這個 台灣話也不太會講 國語也不太會講 那麼 心意誠懇修大就夠了 那 前些時候呢 前年太南家呢 到他家 拍攝補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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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高興 雖然是不善引力 但是肯做 肯修就夠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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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立雲呢 跟同貼子 他們也是 夫婦律長 我們這邊呢 嗯 最特色的地方呢 夫婦 同修的 在這邊同樣上課 很多黨 嗯 還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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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来,过去准备回去准备,让他们知道,让他们也不够去剃肝 诶,等讲师班,希望各位前姐能够,在我们这次结束以后呢 拉入新的一个步伐,虽然我们没有参加正式的准备师班,但是可以去旁听 地点是荣德每星期三晚上七点半到九点半,荣德地址是板桥市文化路一段320号 也就是陈述城,陈凶德将,耐秀眠 那么这套号码呢,各位请先掏笑一下,9621868 这是晚上的啊,晚上的 那么紧接着,先搬起来,再搬起来 我们请,您讲师呢,为我们颁奖跟看看有其他的事情做个交代 对,这边请问一下,好 好, Yogünüz 好,呃,各位先生,大家好,各位先生请,请坐 嗯,本来谈到钱的事情呢,可以说是我们串准套人家呢,算哪里开口的 但是有时候想到呢 我们北部地区呢 可以说是仅仅有一个妙善宫 那是属于诗人的 并不是属于大家共有的 所以想到这里呢 前人套兰家呢 心里一直的忐忑不安啊 想到中南部呢 那么多座的公共佛堂 都是那么大那么大 但是呢一想到北部呢 就缺乏了 而且前人套兰家想说 北部呢人才聚集相当的多 所以他在日本的时候呢 就是上几个月呢 在日本呢开放 那么就想到 一个计划啦 这个计划呢 回来呢 有很多位前选呢 也都觉得这个计划相当的好 当然这是一种 储蓄的计划而已啦 这计划呢 就是说希望能够在 三峡跟基隆 最中间这一带呢 能够找一块地呢 因为最适当的地点就是 距离新竹 就是南道新竹 北道那个宜然 中间的地带 以土城跟清水是最适当 最比较中间点啦 所以一直在想啦 如果能够在这种地方呢 找到一块地是最好 但是要那个建立所大庙呢 可以说是要花费很多很多的金钱 当然我们从最不好的地方想啦 如果有人家要现地那是最好的 想到 想到那个一笔购买土地的金的钱啊 如果说真的没有像南部那样的有人现地的话 也是要买地 买地皮是还要一笔可观的树木 那么前套人家就想啦 有这种计划 这也是不仅是前套人家的计划 也是 北部呢 各区的前占门呢 共同 拟定的 想出来的一种 非常好的储蓄计划 这个计划呢 就是说 这个 点传师呢 就是最起码必须在 讲师的金额 以上啦 那么讲师呢 一个人一万块 这是预定啦 一个人一万块 那么 分为三次缴纳 如果 环境更不许可 不是说一定要这样 而是这是一个预定而已啦 如果说 他有心的话 两年也可以 当然原则上是一年啦 分三次来缴纳 那么讲师呢 在北部地区呢 有四百三十位 所以说起来已经有多少万 四百三十万 那么坛主呢 一个人呢 就是八千块来计算啦 八千块 来计算的话 函主是有八 将近两千 两千位 一千多 一千七百多位 自善班呢 就是 专门属于自善班的 包挂币班的 那么六千块 做计算 西民班呢 以五千块做计算 这是原则啦 没有的 这个不勉强 如果说有的 你可以 更多更多都 在手不计 那么 譬如说一个人 间里有两种身份的 譬如说 你家又有 佛堂啦 就坛主了 是不是 本身呢 又是讲师啊 那是 算讲师 算坛主 算讲师 各位前者比后学聪明 因为你们还知道 没有见送从身份啊 有的人问 是不是说 要讲坛主的身份 要讲讲师的身份 也没有说 我只教坛主就好 所以说 就说讲师的身份 这样干脆利落 那么 如果说你本身 是自善班 或者是坛主 他就 他就